四十天耕种你的未来 第十七天 机器人还是合伙人 我常想 当我们祷告说 愿你的旨意成全 那意思 是不是我们不可以 有自己的想法或是梦想 只有上帝的想法才是可以的 若果真如此 上帝只要把我们造成 像机器人一样就可以了 为什么 他把丰富的创造力 想象力赐给我们呢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很想和你一起合作同工 与神同工 其实是一件很美妙的事 我们是上帝在地上的合伙人 上帝赐给人类自由意志 就是要我们使用他赐给我们的想象力 和他一起来合作 上帝创造动物 但是他让亚当来命名 建造圣殿从来不是神的想法 拣选大卫才是神的心意 建造圣殿是大卫王的主意和愿望 但是神却欣然接受 不单如此 神还为他预备各样的资源 因为神乐意看见大卫的梦想实现 十篇三十七章四至五节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亲爱的家人 神视你为朋友 他喜悦和你一起商量 一起计划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这段经文出自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 保罗也如此说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第十七天我的宣告 我是上帝国度在地上的代言人 我是他地上的合伙人 所有他放在我心里的梦想和愿望 都要在他所指定的时间成就 好叫他的名得荣耀 我心里的梦想和愿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